你是否听过一个恐怖故事 你背后有人 这个女人只是在玻璃前吃药 却从玻璃看见背后飘过一个白纱女鬼 然而等她转过身 却只看见了白色的窗纱 窗帘在夜风中肆无忌惮地飘荡 那只女鬼正站在门口 跟她只有一门之隔 大家好 我是电影迷小雅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恐怖片导演 温子仁的经典佳作 潜伏二 阴魂首射 故事要从1986年说起 年轻的灵媒爱丽丝 深夜登门拜访一家人 来处理一件常识无法解释的灵异事件 看过我潜伏第一部的解说 应该还记得 有个黑沙老女人 徘徊在八岁的乔石身边 母亲海伦拍照时 从照片上看到了对方的身影 灵媒卡尔只能感觉 屋内有不干净的东西 要想进一步查出真相 还得爱丽丝出马 爱丽丝给乔石做了催眠 从她口中得知 有个灵体自称是她的朋友 每晚在她房间出没 爱丽丝根据乔石的描述 在衣柜里发现那个东西 还抓伤了她的手臂 这是一个恶毒的邪魔 她想在乔石灵魂出窍后 霸占她的身体 要想阻止邪魔 只能给乔石催眠 封住她这方面的记忆 压制她灵魂出窍的能力 爱丽丝刚把方法告诉海伦 还在催眠当中的乔石 忽然站起来说 我带你去 然后走到了楼梯口 伸手指向一扇门 那扇紧闭的门 随即缓慢打开 爱丽丝和海伦惊呆了 海伦不再犹豫 同意爱丽丝给乔石施法 镜头一转 时间回到现在 在上一部末尾 爱丽丝与乔石家中离奇死亡 乔石成了最大嫌犯 只是碍于法医的伤痕鉴定 还没出结果 乔石的妻子兰娜 坚称丈夫没有杀人 他们还不能抓人 不过案发现场 在结案前被警方封锁 乔石一家五口 只能先去母亲海伦家赞助 坐在客厅的兰娜 听见了钢琴声 她本以为是海伦在弹钢琴 寻声找到了钢琴室 推开门 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可等她离开不久 钢琴室里又传出了响声 兰娜再次进入钢琴室 还是没看见任何人 更糟糕的是 小女儿忽然哭得厉害 还不知为何 从婴儿床掉在地上了 这可把兰娜吓住了 她抱着女儿去找丈夫 告诉她脏东西还在他们身边 乔石却不以为然 劝妻子放宽心 兰娜最近精神不好 稀里糊涂地接受了丈夫的说法 另一边 艾丽丝的两个助理回到了她的居所 可刚进入房间 通往书房的门 忽然自己打开了 两人清楚 艾丽丝出门都会锁门 这扇打开的门肯定有鬼 但他们还是大着胆子进入书房 虽然没在里面发现鬼魂 却意外找到了一盘拍摄于1986年 乔石案例的录像带 他们观看了里面的内容 竟发现被艾丽丝催眠的乔石 忽然跟空气说话 而在她的身后 好似有个模糊人影 与此同时 海伦夜不能寐 她去查看达尔顿的状况 达尔顿还在说梦话 嘴里喊着奶奶 还说你背后有人 这话吓得海伦提高了警惕 她猛然转过身 打开了家里所有的灯 结果一无所获 直到她认为自己精神失常 站在镜子前 想吃药平复情绪时 那个人出现了 她惊得不敢说话 小心翼翼走到门口 打开被风吹得即将关上的门 然而门口出现的 却是儿子乔石 乔石听闻海伦的遭遇 认为母亲只是在胡思乱想 还希望她不要跟兰娜 谈论这件事 海伦答应了 这件事原本到此翻篇了 可是隔日 兰娜却从达尔顿口中 听到了怪事 走往奶奶海伦来找她时 她分明看见 有个白衣鬼影站在房里 当时她好像鬼压床了 挣扎了好久才醒过来 她还听到父亲 在跟空气说话的声音 还命令对方必须离开 达尔顿问兰娜 我爸到底怎么了 兰娜解释说 他可能太累了 不过海伦不像这对母子那么好骗 她找到了爱丽丝的两个助手 希望他们帮忙赶走 缠上他们一家的恶灵 助手正好有事要告诉海伦 就是那盘1986年的录像带 他们对录像进行了数据化分析 终于看清八岁乔石身后的人影 居然是已经陈年的乔石 这要如何解释呢 助理感慨说 如果爱丽丝还在的话 她肯定知道缘由 这句话提醒了两人 他们找到了爱丽丝的朋友卡尔 他答应用通灵的形式联系爱丽丝 每个灵媒都有自己通灵的媒介 卡尔的媒介就是骰子 只要投出问题 再投出骰子 就能得到灵体的回答 虽然卡尔这方法不是百事百灵 但一通操作后 还是得到了爱丽丝的指引 爱丽丝说 自己被一个恶灵杀害 线索在天使医院 这是海伦曾经工作的地方 现在已经成了一栋废弃的大楼 众人也不敢耽搁 当夜便带着手电进入了医院 他们靠着卡尔的特殊感应 找到了一间重病监护室 海伦记得这里曾经住过 一个叫帕克的老人 有一天 八岁的乔石来医院 等海伦下班 帕克却从昏迷中醒来 还发了疯的要掐死乔石 没过多久 帕克居然能行动自如了 还坐电梯离开了医院 他询问同事 为什么让患者私自离开 同事却告诉海伦 帕克昨天就死了 海伦那时才意识到 他在电梯里看见的不是活人 另一边 本该壮年的乔石 身体日渐衰弱 他的牙齿像老年人一样脱落 一个女人的声音在他背后响起 告诉他 只有把所有人都杀死 他才能继续活下去 乔石感到很痛苦 他称呼那个女人为Mana 想让对方不要逼自己 可是在女人的言辞命令下 乔石软弱的眼神忽然发生了转变 但他没有表现出来 继续跟兰娜一起生活 他们听见楼下钢琴房传来钢琴声 可是等两人走进去 里面还是空无一人 兰娜顺着之前的钢琴去演奏 哼出了一段旋律 这让旁边的乔石莫名其妙 兰娜望着眼前显得陌生的丈夫 问他 你忘记了吗 这是我为你做的曲子 乔石不知该如何回答 立马转移话题 说屋内有人 等夜深人静时 乔石又再度返回了钢琴室 他口中念念有词 对着空气说话 你想告诉他 可是你不行 现在黑暗才是你的家 而在钢琴前的竟然也是乔石 他大喊救命 可惜没有人回应他 在这边发生异状时 海伦和助理四人翻出了帕克的病例 他们在病例本上找到了帕克的居住地址 接着马不停蹄赶了过去 助理两人上了楼 在楼上找到了帕克的房间 两人进去后感到惊讶 因为帕克是男性 室内布置却更偏向于女性 还没等他们解开疑惑 室内的木马忽然全部动了起来 床上也凭空出现一个小女孩 小女孩劝他们快走 不然他会让我杀掉你们的 助理吓得拔腿就跑 很快跟海伦和卡尔在客厅相聚 接下来他们却遭到了袭击 一个恶灵在暗处动手脚 想让吊灯砸死卡尔 还同时关上了所有房间的门 卡尔拿出骰子质问你是谁 只见骰子上的字母拼出了王者之母 那不就是帕克的母亲吗 海伦用手电在周围扫过 发现墙上挂着一幅肖像图 是母亲和那个小女孩 这个母亲海伦有印象 正是她在家里看见的白衣鬼影 但还没等她搞清楚状况 一个书架后突兀地传来抢身 众人齐心协力推开书架 竟发现后面有间密室 密室里坐着好几排 用白布蒙头盖面的尸体 十几具尸体也已极度腐烂 空气中飘荡着令人呕吐的臭味 房间里有个箱子 箱子里放着裁剪的旧报纸 上面写道 黑莎新娘杀害了15名无辜少女 卡尔同时在密室里 看见了黑莎木偶 他从黑莎上感应到了几个片段 居然是帕克化妆成女人 穿上黑莎杀人的场景 原来帕克从小被母亲虐待 还被打扮成女孩 性格渐渐扭曲成了变态 死后还被母亲的恶灵掌控 变为寄生鬼 他想讨回自己的童年 所以才盯上了乔石 海伦意识到问题所在 他们搬家数次都被恶灵尾碎 不是房子有问题 而是乔石 乔石灵魂出窍拯救达尔顿时 扮成黑莎老女人的帕克 趁机占据了他的身体 海伦打算斩草除根 他谎称带兰娜出去购物 独留帕克一人在家 然后让卡尔和助力 给帕克注射麻醉剂 等帕克陷入昏迷 他们就能尝试 跟真正的乔石沟通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 帕克虽然想过正常人的生活 却再次被母亲的恶灵操纵 他看穿了卡尔的意图 拿出利刃杀死了对方 还打晕了前来帮忙的两名助力 等卡尔醒来 他已经灵魂出窍 遇见了一直徘徊在附近的乔石本人 乔石离开身体太久了 他的灵魂也越来越虚弱 卡尔现在也无能为力 但爱丽丝必然想好了对策 爱丽丝死后 他的灵魂也会来到抑郁 乔石需要在这里找到他 可是抑郁没有方向 乔石在里面迷路了 幸好他碰到了心善的灵体 一个裸身的男人给他指明了地点 居然是第一步开头自己居住的房屋 这里就要揭开第一步埋下的伏笔了 现实时间往前追溯了很多天 因为抑郁没有时间限制 乔石成年的灵魂才会穿越时空 那时候乔石本体正跟兰娜 谈论婴儿监听器的事 认为兰娜出现了幻听 但大门前却有个鬼影在徘徊 他很快进入了房间 乔石的灵魂连忙过去敲门提醒 然而乔石本体却看不见 还打开了门口的报警器 直到二楼传来婴儿惊恐的喊叫 乔石的灵魂才奋力推开房门 这也就有了第一步出现大门无故敞开的场景 乔石的灵魂一股气冲到二楼赶跑了鬼影 也见到了等在这里的爱丽丝 爱丽丝死后因为听到乔石的求助 顾尔等在了这个时间节点 他没想到卡尔的灵魂也在 这位老友阳寿还没结束呢 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 赶走黑沙老女人帕克的方式只有一种 在异域找到帕克的居所 里面有他编织的童年记忆 可以用那些记忆将帕克驱逐出乔石的身体 如此一来 乔石就可以灵魂归位了 只有一人知道帕克在异域的居所 他就是年仅八岁的乔石 这里对应了开头那一幕 成年的乔石灵魂跟孩子乔石对话 孩子乔石对着空气说 我带你去 一道通往帕克居所的门在活人眼中打开 爱丽丝 成年乔石和卡尔进入了那扇门 与此同时 帕克也果真如乔石所想 在母亲恶灵的窜夺下 他用卡尔的手机给海伦发短信 将海伦和兰娜骗回家 随即开始了杀戮行为 海伦和兰娜东躲西藏 一个被关在楼梯间 一个跟两个儿子躲进了地下室 另一边 爱丽丝三人找到了帕克的房间 看见床上坐着一个小女孩 她猛地拿掉头套 生气地说 我名字叫帕克 可是她狠毒的母亲去殴打她 告诉她 你叫玛丽玲 是个女孩 幼小的帕克恐惧地瑟瑟发抖 在慎怒的母亲面前毫无反抗能力 这位母亲发现了爱丽丝三人 她的怨气太强大了 竟然将乔石单独关进了密室 让她面对死去的15名无辜女孩 不过帕克的母亲也在其中 她找准机会掐住乔石的脖子 想要让乔石魂飞破散 随着母亲恶灵越加疯狂 现世附身乔石的帕克也变得暴躁 她打碎了地下室的门 冲到了兰娜面前 将人推在地上 还试图杀死灵魂出鞘的达尔顿 达尔顿带上了弟弟制作的土电话 想济入抑郁找到父亲 现在正躺在一旁酣睡 好在年幼的帕克良心未敏 在爱丽丝的劝说下 她帮忙打开了母亲关上的门 这让爱丽丝得以营救乔石 随着木马敲在恶灵的头顶 附身乔石的帕克也被驱逐 她在异域的记忆宫殿彻底崩溃 乔石和卡尔的灵魂赶忙找寻回去的路 他们途中遇到赶来的达尔顿 达尔顿手中的土电话与现实相连 兰娜的呼喊声从里面传来 顺着这个声音 父子俩和卡尔很快回归现实 也回到了自己的身体里 这一家终于团聚了 为了以后的生活 乔石和达尔顿在卡尔的帮助下 一起封印了有关灵魂出窍的能力 潜伏第二部的剧情也到此结束 第二部的剧情沉浸了第一部 叙事上非常精彩 但没有埋下很多伏笔 全篇都在解密 剧情却衔接的很紧凑 看到后面还会让人有恍然大悟的感觉 而且随着第二部结束 观众对潜伏的世界观也认识的越全面了 本来以为乔石是这个世界的主角 看到后面竟发现 爱丽丝才是贯穿全篇的灵魂角色 导演还在第二部片尾留了个小彩蛋 爱丽丝的助理拜访了一家人 身为灵魂的爱丽丝也来到了这里 她走进客厅 看到一位因车祸瘫痪的女孩奎英 奎英当年因车祸昏迷 可是在她被救治出院后 却将很多不干净的东西带回了家 爱丽丝在她身后看见了那些东西 她与奎英之间有何联系 又要如何对付接下来的恶灵呢 后续我还将解说潜伏另外两部续篇 想知道接下来的故事可以关注我啊